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空霧茫茫的 我早上一大早到台中去 就看到這個低沉 一片的這個霾害的現象 上空還蠻晴朗的 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台中 整個西半部都是如此 甚至連北台灣都是這樣 今天是霾 請大家注意空氣污染 為什麼會這樣 天氣很穩定 這不是霧是天氣很穩定 所以我們台灣這邊 西半部得也是擴散了解很差 什麼時候改變 請大家好好把握現在到明天 因為這個比較偏乾一點點 很適合衣服容易乾 但是又沒有陽光了 但是接下來禮拜天到禮拜一 另外一波東北風又開始暴到 禮拜天下半天 這次會持續比較久 大概要到禮拜三白天 這個冷膏要往東移 才會有明顯的轉變 所以預計未來這幾天 是一個降溫的過程 請大家注意會有冷的感覺 但是這一波是先濕冷再轉乾冷 同時在來之前會伴隨境外污染物 像今天來說的話 西半部真的很糟糕 等於是有些地方 甚至還到達不良的等級 那預計明天可能會更嚴重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空污很嚴重 然後加上可能在明天下半天 另外一波境外污染物移入 請大家注意的 境外污染物移入 加上本地的污染合遮在一起 到底有多嚴重 我們靜後觀察 但是老實說可能會比較差一點點 要到禮拜一就會慢慢的改善 另外這波冷空氣 明天開始到的冷空氣 大概下半天開始到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機會禮拜二禮拜三 有機會空旺地區拉到10度 10到12度左右 可能空旺地區會拉到10度 請大家留意了 但是很快的一下子就碰到 就回溫了 那個時候可能就是一種輻射冷卻 到底有多低 我們靜待觀察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 下禮拜有一波 東亞的大降溫的一個過程 但是很快到 未來這個禮拜三四就慢慢回溫了 所以請大家注意 這個大降溫大降溫 這個12 13度 台北市的溫度 如果空旺地區可能就拉到10度了 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個降溫的過程 這是慢慢慢慢的往下拉 低溫高溫 低溫高溫 跟今天的相比是有一些落差的 請大家留意下禮拜 這波降溫的過程 我們看一下南部其實也會有點降溫 16 16度 今天是20到26度還蠻舒服的 但是明後天有點降溫 16到18度 這個還蠻明顯的 多留意一下 然後明天開始下半天 開始會有一些明顯的降雨 東半部 西半部還相對比較輕浪 禮拜一可能水氣稍微多一點點 禮拜二禮拜三 這個時候山區就有機會 有降雪的機會 上一波因為有點雨 這個比較多沒有雪 這一波禮拜一禮拜二就有一點機會 請大家留意一下 可能高三 玉三就有機會了 今天西半部空氣品質還蠻糟糕的 北部台北市還好一點點 但是其實慢慢慢慢的 這個濕度相對比較低 有一點霧 其實這個又結合一點霧的現象 但是基本上是霧 所以能見度比較差 雲量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明天其實有機會陽光露出來 但是明天還是要注意空氣品質的問題 甚至下半天有些境外污染物移入 所以明天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開始下半天 開始轉為有雨的天氣 西半部是比較輕 明天是在一個轉變過程當中 請大家注意身體健康 週日午後 另外一波冷空氣開始爆到了 本地污染伴隨境外移入 所以要注意空氣品質 北東轉濕冷有雨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很難控制的 到底水多少 污染物多少兩個合在一起 週二開始 逐漸開始轉剛冷 低溫再降 有可能有一點輻射冷卻 所以週二到週三的時候 要注意這個低溫 到底10到12度之間 可能在12度的上下 請空旺地區的朋友 北部西半部都要留意一下了